陈先生住在杭州临平的一家花院小区 10月底单元楼的主水管错位堵塞 水返到了三楼他家的阳台上 陈先生提供的视频 表示水是从阳台滴漏返上来的 这条水管还连接着洗衣机的污水 社区包括物业他们人来 说给出的方案 说下面太麻烦了 大工程要动底下的面积 就是说在这里重新开一个孔 开个孔然后重新接个管子 流到下面的污水井去 管道费用我来出 然后活能让物业来干 目前打掉的这一块是社区找人来打的 现在有接近一个月的时间了 迟迟没人来问 没人来管这个事情了 现在陈先生家阳台一脚的瓷砖 已经被撬开 没有安装水管 他说按原来方案 家里应该有单独的一根污水管 但现在只能用桶接污水 然后拎走倒掉 单元楼一共八层 一楼二楼是商铺 三楼及以上是住宅 现在除了他们家 其他楼的水管都已经接过新的 可以正常用水了 用这个总管道的都是我们这一栋在用 首先不是我一个人一家在用的 这里边的呢 这里边本来是堵点也不是在我家里 因为我们家这里 那地基跟外面是比较低 外面比较高 然后呢 他这个要动用的这些工程比较大 即使就是超预算 他说不是 他本来要把我这里接个民管子 直接打出去 我说我太丑了 你把下面打通也好 你把这里重新接管子也好 但是你要能让我正常保持 我这个水能排得出去才行 楼上楼下都处理好了 自家借一根水管却拖了一个多月 陈先生觉得是因为人工成本太高 物业不愿意承担 记得注意到 物业的工作人员在聊天记录里提到了 陈先生没有交2023年的物业费 我每年都到年底去交的 10月份出了问题 我到现在没人给我弄 我凭什么要去 你把我事情做好以后 那么我没理由不交你物业费 物业费是跟我家里出了问题 是两码事情 来到小区物业服务中心 物业主管张经理的说法 和陈先生的不太一样 为了尽快的疏通 就是把别人家的水先引流出去 不要经过他家 那样他家就不会说一直返水吗 是这样的情况 为什么要把那根管子接出来 因为他一直催着我们的 然后后面的话 因为这根是空调冷凝水 它的水管比较细 只能用于流空调水 因为洗衣机是属于污水 现在杭州也是雨污分流了走了 张经理表示 陈先生先前把洗衣机污水排进雨水井 本身就不太合理 至于撬开瓷砖 这是社区安排的 他事先并不知情 记者又看了看陈先生的聊天记录 11月1号 张经理表示 其他水流入空调冷凝水管 造成空调冷凝水管堵 物业不负责疏通 出于服务业主的考虑 张经理说 他确实跟陈先生说过 单独接根水管的方案 为啥没有实施 因为这位先生也非常不配合 我们作为物业服务企业 又不是说别的 我说已经11月份了 物业费该交了 前面的话 如果是他配合我们 我会 对 我会跟公司申请 把人过来给他挖开 张经理说 2023年的物业费 应该是年初就交的 而陈先生表示 小区业主一般都是年底才交 目前 双方的争执 就卡在这笔2000块的物业费上 一行人来到了 乔思街道航海路社区 那我站在退一步的策划 物业费你还是给我缴缴掉 因为我吵我 你叫别人帮忙 你给你们开好了 其实就是打个洞 那么物业呢 所有的问题就是说 把物业费给缴清了 我们马上来做 现场 御主人表示 会再帮双方协调 陈先生的妻子后来反馈 双方还是没有谈论 之后会再沟通 1818黄金眼人记得报道